現任葛瑪蘭族發展協會理事長潘朝成老師 早期也是影像工作者 其中就有不少關於邵族爭取這名前後的影片 以及9.1正後邵族人重建家園的影像紀錄 他將這些影像資料整理後 28號帶來南投伊達邵部落辦理方應會 同時也將這些影像送給邵族做保存 那我的影像是早期我拍的相當珍貴的影像 那這個時候他們如果要做邵族史的附贈 或是邵族資料的一個整理 希望這些影像資料他們可以用得上 在蓋竹屋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我還那個時候我已經還國小 那個時候我阿嬤也是有跟著去蓋 所以就回憶起那個時候 我覺得族人真的是蠻辛苦的 潘朝成這次帶來的邵族影像紀錄 從1988年到2018年 期間30年紀錄不少少邵族珍貴歷史畫面 他將這些影像資料無私的送給邵族 也讓邵族如獲自保 作為將來傳承邵族歷史文化的重要依據 過期的學者研究拍照 我們完全沒有看過 都是漢人的觀點在前世 邵族人 潘老師今天能夠來 也增加邵族的一個文化背景 跟歷史的前世前 今天有這麼多大一個資料證據出來 讓我們更向前更踏進一步 邵族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表示 過去有不少學者專家以研究為名 來到邵族獲取各類型素材 但很少有人能向潘潮成老師 將這些素材或研究成果 與部落分享或反饋 因此他也相當感謝潘潮成老師 樹立了一個相互尊重與信任的典範 原是新聞NO 南投余慈 採訪報導